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样的一个人对所在的国家的一个认同 也就是说我到底是认同中国还是认同美国 如果我认同中国那中国对我来讲就是国内 如果我认同美国 美国对我来讲就是国内 而中国是国外 那我认同美国只有回到美国才叫回 认同中国回到中国才叫回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在一个巨大的诱惑面前 你如何选择 这涉及到我们对人的一个正确的看法的问题 怎么讲呢 就是说 人 你必须搞清楚他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人能思考 动物也能思考 但是人在所有的外在条件和内在的条件当中 他只有一样是动物绝对不会具备的 那就是人有反向思维的能力 也就是说人会反省 会忏悔 有审美 能够提高情趣 而这一点是动物并不具备的 这一点为什么会不具备 那可能就是 那造物主给我们埋下的这些所不同的东西 比方说大猩猩黑猩猩的基因 和我们99%都是一样的 和人类 但是就那么0.01%不一样的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 这种具有反思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东西 这种反思性的思维 和一种就是说能够忏悔 能够审美 能够提高人的品格这样的一种认知 它使得人类具有一种超越性 这种超越性其实就是神性 那么作为一个人 这样一个物种 你只有把这种超越性给活出来 你才能被算作是一个人类 否则的话 你连猪狗都不如 那么这就意味着 当我们去看待人生的时候 看待我们自身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恰当的态度 也就是说 人的生命不应该被一些简单的 外在的物质 名誉 地位 金钱等等那些 附加的条件所限制 所定义 你这个人是一个穷人 你是一个富人 你是一个老板 你是一个工人 你是一个思想者 等等等等等等 人的外在会附着着各种各样的条件 那种各种各样的条件 它其实是 我们的不同的这种行为的后果 或者是人生选择的后果 它并不意味着人本身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被那些东西所定义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这个人还是活出来了一种动物性 而不是属于人本身的那种超越性 也就是说 人只有活出超越性的时候 你才能被称之为人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跑一个专制的国家 给你发出个橄榄枝 让你回去去他那里 做一个鱼肉百姓的官员 然后你就屁呆屁呆的去了 然后呢 你还把这种当成一种不错的待遇 或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或者职位 那只能证明 你活得猪狗都不如 因为你的人生的价值 是被那种非常外在的东西所定义的 你没有一种超越性的善恶观念 你没有一种超越性的道德 如果你有超越性的道德 你就要知道 当你在中国的时候 你活得猪狗都不如 因为你的 你的人生的 几乎一切都是被物质所定义的 被别人的眼光所定义的 别人的评价所定义的 被一种现实的条件所定义的 甚至 你都没有办法去 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这样的状况下 那么和人有什么关系呢 和人身上的这种超越性有什么关系呢 你觉得自己还像一个人类吗 如果人要活出超越性 就意味着 他要具备一种自由的属性 道德的属性 他要充分发挥他的良知 和他的常识感 这才是一种正常的人类 那么对于现实处境来讲 你不会因为 你有机会去做一个鱼肉鬼心 本心的官员 而放弃了 你刚才 我刚才所讲的 你人身上所应该拥有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如果你都放弃了 那么 不论你在 现实生活当中 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你都是猪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在我看来 中国从习近平 到普通的狗官 那他们都活出来动物性 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 他们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上 都是物质性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他们从来就没有照过镜子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所以 无论在任何一种处境下 人都应该知道 人是人 人不是工具 人不是实现某种政治理想 或者是现实处境的一种工具 人是人自身的目的 人具有超越性 人身上具有一定的神性 人要活出这种超越性 这才是人活着的价值 价值所在 像这两天有人扒出来 王志安在微博上说的一句话 说这个 现在的少女的出巢提前了 那么就应该把强奸 这个女孩的这个罪行 要降低两岁 你像这种话 就基本上就不是人话 是不是 在正常社会 一个女孩子 通常来讲 她的法律 像美国的法律 好像是在 她有一个年龄段 一个12岁到16岁期间 这个期间呢 对强奸犯呢 会适度的给予豁免 这种豁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豁免 就是说因为这个年龄段呢 它不容易区分 它是不是 不是强奸啊 这就是自愿自愿发生性行为 就是 他这个年龄段呢 他不容易准确的去知道 他是不是已经满了 12岁 不然已经满了 就已经成点了满了16岁 16周岁 他不太好判断 所以给你一个模糊的空间 一旦你要和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发生了性行为呢 她的惩罚呢 相对要轻一些 但是低于12岁 是绝对不可以的 王志安的意思 好像是把这种 是把标准要从14岁 降低到12岁 你就知道 为什么 像他这种人 像他这种货色 像他这种 从来都是把人当工具来看待的 根本不知道 人身上具有一种神性 和超越性的这样的一种 动物性人格的人 能够在中国 如此之受吹捧 能够在中文圈当中 居然有50多万的粉丝 那么多人去吹捧他 你就知道 那50多万人 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他们的人生的最高价值 也是被外在的物质和条件所定义的 也就是说 他们都活出来了 人的动物性 一个国家的法律 可以根据女孩子的出巢的早晚来制定 说明这个国家 是把人在当工具看待 而提出来这种看法的人呢 他实际上 他就是猪狗不如 所以我今天老里老道是想 说出来一个大道理 就是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面讲的 在美国即使是再愚昧无知的农民 当他劳动的间歇也会抬头望一下天空 也就是说 不论你的人生的处境是什么样子 你是富贵还是贫穷 您是 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无论如何 你在你的闲暇的时候 都要抬头看一下天空 要知道自己是人类 而不是努力 不是工具 不是实现任何人的目标的一个手段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